这个天真善良的孩子为何又在睡梦中无声流泪 原来胡范王夫妇得知波蛇皇后也怀孕之后 如果这孩子顺利出生 那么自己的儿子将与王位无缘 于是恶毒的祥光找到皇后 从中挑拨 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 另一边是姐姐临终前托付的西达多 你又该如何选择 想起哥哥何祥光的言语 皇后悲伤不已 于是便动了胎气 但皇后却拒绝服药 但胡范王夫妇抓住如此机会 又怎会放过善良的波蛇皇后 这天必须用药的时候 药却被祥光手下偷走了 最终导致皇后消产 所以天真善良的西达多在睡梦中 似乎已感受到了这一切 并流下泪水 恶毒的祥光却惺惺惺作态地 来探望刚小产的皇后 正当宫女帝皇后名不平道 西达多王子一日不完成学业 皇后便一日不生育 却被刚刚到来的国王听道 于是深情地望着皇后并说道 皇后的牺牲远胜于我 由此证明亲情非血缘所系 乃是因爱连结 如等慈母 世间难寻 如此艰难抉择 我身为敬佩 说起学业 国王立马召集了王子所有导师 并问王仔的学业如何 一个导师夸道 王仔在文化方面很有天赋 对一切废陀经典烂术于心 而另一个导师也夸道 王仔也擅其数 即使为用马鞭也能赢得比赛 当国王身表欣慰的同时又问道 王仔武艺如何 三人浑身一个哆嗦 其中一人回道 王仔似乎并不对武艺感兴趣 国王一听 震怒 说道 这不是王仔的错 是你们没有教导好 导师赶紧保证道 一定好好教导王仔成为勇士 但我们需要有耐心 转眼又过去了十年 这天将举行王仔竞技仪式 堂哥提波达多扬眼 势必斩下西达多手机 放得安宁 敌场比赛为双人竞技项目 双方必须戴着面具战斗 从导师口中得知 西达多王仔戴的是红色面具 当双方上场 提波达多面对红色面具舞者时 招招毒辣不说 还用上卑劣的手段 中复敌提波达多 就当他在犹豫 是否直接斩杀西达多时 却被导师及时拉开 众人都以为 胜利者是西达多王仔 当揭开面具那一刻 导师宣布提波达多胜利 那么刚被抬走的人 显然就是西达多 看到这儿 国王和皇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随后又是一场精彩的战斗 当揭开面具 原来这个身手不凡的青年 才是西达多王仔 众人欢呼 终于等到摄数比赛 提波达多也展现了高超的摄数 祥光看着皇后得意不意 轮到西达多上场的时候 由于西达多不愿杀生 于是扯下堂哥身上的一颗珠子 让堂哥抛向天宫 提波达多认为 这是西达多在自取其辱 于是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 将珠子抛向空中 珠子飞到高空 却被西达多射出的语剑 一分为二 众人欢呼不已 一句牛批怎能描述 此时国王和皇后也高兴极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项比赛 长棍比赛 不愿争斗的西达多王仔 又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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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